好 剛剛這個橋段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就是經典的港劇 對 剛剛那個橋段是我們瞎掰的 不過角色跟人物是真的有 因為小時候我們都是看港劇長大 但是要調整身體 還是要問我們專業的來源 沒錯 今天職業挑戰賽 來的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國內 這個衛生署福利部有統計過 像國內肩頸 痠痛 盛行 怎麼樣締造更美好的生活 就要仰賴我們的物理治療師 是 首先歡迎我們這邊這一對 身心舒暢超人 歡迎Hunter Mika 還有Mika 以及Roka 剛才對面拯救酸痛達人 胡亦惟 好 黃玲玲 還有馬琪 都是帥哥美女來的嘛 對不對 但是因為大家常常就是在辦公室 一坐坐了八個小時 也不願意動 都在那邊裝忙 那他回家腰痠背痛 有沒有什麼好方法可以介紹給他們 可以問一下 等一下一尾有沒有什麼 給上班族推薦的動作 有喔 沒問題 像我們平常都坐著 我們就借這一隻好了嗎 好 來 就是 來 也需要這一隻就好 我們拔個箭 一隻什麼 不要買 拔個箭 好不好 真的假的 其實真的可以嗎 我告訴你為什麼 我們就是彎腰駝背往前 對啊 我們就反折回來就行了 才要往前跨個弓箭步 帥帥的拔個箭喔 拔箭 往側邊往後往斜行方拉 嘿 一起打小兩個 打到了 很有用耶 而且最後那一下 整個專翼都開了有沒有 不好意思 首先 不是說叫專業的來嗎 他專業的啊 怎麼比不專業的還鬧 專業生種 這個往前跨步呢 我們就把股間步跨開了 跨開 是 寬整個就拉開了 是 骨盆歪的這時候也轉正了 所以我剛剛見過 你的骨盆要朝前嗎 對 朝正前方 所以兩隻腳儘量拉到最寬的部分 後腳儘量著地 你要覺得小腿有伸展的感覺 這樣 有耶 小腿肌大力就拉到 所以你久坐那個小腿 會緊會崩會痠會麻 這時候就拉開了 所以雙腳一旦跨開 弓箭步踩好了 身體就往你跨開的那一腳 轉過去 所以我們剛好就往小兩個 這個方向轉體有沒有 對 手再拉開 為什麼 你的腰這個時候整個旋轉了 胸口帶開了 肩膀拉開了 往後放他插小藍哥 但你的簽名照可以擺給他 拿貼在後面 就貼在後面 對 我們伸展開有沒有 一條 什麼 沒有用 這真的很有用耶 而且這也不需要太大的空間 對 不用 其實在辦公室的一腳就可以做了 對 我們其實就用手 那我們手一樣就是 比一個就是拔箭的動作有沒有 空間 往外伸開 拉開 胸口整個轉開 肩膀往帶開 眼睛往後看 有耶 這邊有 有沒有 整個脊椎都轉開了 眼睛也要往後 對 整個胸椎 頸椎 肩膀 圓肩 駝背 烏龜頸 全部都直接把它插進 而且也可以練你的核心 因為你要Hold住 Hold住 你要Hold住 所以左右側各伸展一次 這樣就很有效了 超級有用的上班族肩頸 端到交除動作第一道 但是謝謝 剪斷又好用耶 下面一位 林妮 林妮有什麼字 她是屬地的東西 不是 伸展 我們剛剛是單手 我們來個雙手招式 雙手拿出來 對 我只有一手耶 沒有 因為我是貨兒 你不是還沒動嗎 我們就單手 沒關係 現在恢復 好 我們雙手舉到正前方90度 好 我們先測試一下 我們可不可以把兩隻手對在一起 手肘並攏 OK 很好揮開以後 我們把它打開用力 往後伸展打開來 所以這時候我們要感覺我們的背 往後夾緊 這時候就可以反向 我們平常打電腦是這樣嗎 等一下 我們就是用力的往後撐開打開來 可以做一點點深呼吸 然後再慢慢回來 其實秘訣就是 你平常做的 你把它反向就對了 對 把它逆回來 這樣反覆做10次 其實可以放鬆我們的肩頸 OK 好 太棒了 再次謝謝林妮 謝謝 Mucky呢 Mucky是比較偏物理 運動物理治療對不對 對 我們要 需要一張椅子 椅子就夠嗎 那兩位 因為辦公桌都有椅子 不是說久坐不好 對 但是因為大部分的人 還是必須在辦公室上 坐著 坐8小時 是 所以 就坐上去 坐上去 把腳往前伸直 哦 然後 心情就好 對 往前彎 同手 同邊嗎 同邊 這個很難做 你開 它彎不下去 對啊 不然你知道 好 來 坐 坐 坐著 對 站出來 這個膝蓋要保持伸直 膝蓋要伸直 好 這個是跳起來的嗎 對 這樣 然後背要打直 好 請手指頭往下 往腳尖的方向 加油 加油 你要往下 大哥 往下 加油 再多一點 加油 可能需要一點氣 這後面很舒服 沒錯 就是在拉整條腿的腿 那個膝蓋後面的那條筋 很舒服 也會很緊 沒錯 然後還有腳背的 真的很適合運動 運動後的鐵腿 右邊坐完坐左邊 對 每一次你可以停10秒鐘 基本上你就一整天 這三個動作做一做 剛好就下班了 下班了 對 太棒了 好 謝謝 謝謝Marky 謝謝 換帥哥 帥哥 那你就要來示範了 不但他是只有顏值而已 對 像HUNTER感覺就是有練過 看他的胸 很壯 很硬 然後我需要一位助手 你是要住手是不是 因為我手舉不到後面 你手 為什麼 你不是物理治療師嗎 太壯了 可是他那個衣服這邊太緊 對 他衣服太緊 因為上班族其實脖子滿僵硬的 對 骨龜緊 對 所以他其實很多時候會很容易 就是睡覺睡一睡就落枕 如果有落枕的時候 這一招其實還滿好用的 真的嗎 對 假設如果今天落枕 我左邊會不舒服的話 我們就可以先拿個毛巾 劈在脖子後面 然後把邊邊整理出來之後 用右手抓左邊 左手抓右邊 這樣不會勒到嗎 不會 上下 右上 左下 右上 左下 左下 好 所以我們就保持這個地方 因為我往左會不舒服 所以我就會把頭往右邊轉 然後這個毛巾 輕輕順勢帶動 對 順勢帶動我們的脖子 去推我們的關節 然後到緊繃處 然後回來 重複做個10下到15下 其實左手就是固定毛巾的 另一腳 把它固定住 不要被拉過去 對 然後如果這樣做起來 還OK的話 我們其實有些時候 我們可以換另一邊 嘗試看看 只要沒有那麼的不舒服 之後我們就可以換一個方向 是不是 這樣反覆做個10下到15下 那毛巾 如果說我用那種熱毛巾 會不會效果更好呢 可以在做之前先熱附 那當下用熱毛巾 可能也可以比較好一點點 你可以把肌肉稍微放鬆一下 放鬆一點 就會比較好 很棒 很棒 謝謝 謝謝 不是 看我們節目真的很有說過 很棒 前面看我們兩個裝瘋賣灑 結果短短的5到10分鐘就學到了 平常可以幫助自己伸展筋骨的動作 其他的醫治節目會教這些嗎 不會嘛 對嘛 其實他 他就一直在那邊問問題 很無聊很乏味嘛 可是我們接下來要開始問問題 這樣我們要問了是不是 我們要問問題 今天獲勝的隊伍 有機會可以得到10萬元高級家電組 好嗎 好嗎